大家好我是博焱 歡迎收看財經第一線 現在錄影時間是2020年2月4號的8點55分 觀眾朋友昨天台股 昨天台股大盤指數重挫了140點 跌了1.22% 不過昨天有出現一個止跌的訊號 止跌訊號是什麼 也就是大家看一下 留下一個216點的一個長下影線 而且量的話昨天是180億 相較於上個禮拜四的2700億 其實縮減了許多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其實昨天在股市在下探 下跌的時候 有買盤願意把它給推上來 所以目前這兩個訊號是止跌的訊號 台股昨天下跌144點會不會再繼續止跌 我們要必須來看一下昨天台股下跌的主要原因有沒有改善 好我們來看一下昨天台股下跌140點其實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台美股上週五的時候重挫 美股上週五S&P500指數下跌了1.77% 廢城半導體指數也是下跌了3.54% 第二個原因是什麼 第二個原因我覺得是次要的原因 是鹿股昨天開紅盤 結果昨天補跌中挫了7%到9% 為什麼我覺得這是次要的原因 這是因為其實鹿股他受到武漢肺炎疫情的影響 昨天補跌其實早就預料中的事了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台股早就已經率先反應了 所以主要的原因我們還是要來看一下 美股他有沒有改善 為什麼美股上週五會重挫 博焱昨天有跟大家提到 上週五重挫主要是因為美國想要強化 他一個疫情的防止 他宣佈宣佈主要是近期在中國待過的 非美國公民都禁止入境 而這樣的一個宣佈就造成中國的不滿 去透過外交 中國透過他的外交部去批評美國 昨天補跌也提到 其實這個部分其實只是國際政治 他一個政治短期性的一個表演性質的衝突 大家很可能在市場上可能會擔心說 這樣子兩國衝突可能會影響到 美中貿易談判第二階段的一個協議 不過大家我昨天也提到 其實大家看一下 美中貿易戰他的一個 他的一個需求其實中國讓步是比較多的 因為這個美中貿易戰 其實對中國他的衝擊是比較大的 而且大家如果想要了解 熟悉國際政治的話 你可以發現其實在國際政治上 很多的時候其實對外強硬 只是要對內表態 也就是要安撫國內的民心 跟一些比較鷹派的一個人士 所以其實中國真的不滿嗎 其實不見得 再次強調他們對外強硬 有時候只是對內交代 像什麼 大家再看一下 就是美中貿易戰第一階段 簽署協議的時候 在那之前 美國是不是簽署了香港人權法案 還有因為新疆人權事件去制裁了海康 衛視等中國企業 那個時候中國也很生氣 也是回擊 也是在言語上回擊 可是最後大家還是發現 如其順利的簽署了第一階段的一個貿易協議 所以國際政治的衝突是一時的 會不會永久性的下探 就要去看他經濟的一個基本面 有沒有去做一個改變 如果美國他的一個經濟基本面沒有改變的話 大家看一下 昨天美股是不是馬上就回跌起來 馬上就回漲起來了 昨天Nasdaq昨天上漲了1.34% 廢半指數也上漲了1.24% 這也印證了昨天博焱講的 政治國際政治衝突是一時的 重要還是要去看他經濟的一個基本面 如果經濟基本面沒有改變 美股就會回來 美股回來台股也就有機會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 美國的部分改善 那中國呢 中國也沒有止跌 這個部分我覺得可以去從兩個部分看 大家先來看一下 昨天其實中國政府 他並不是一個沒有任何作為 昨天中國人民銀行 他其實也開始撒錢在救經濟 他昨天大家看一下 透過1.2兆的銀彈 去發佈一個逆回購操作投放資金的一個政策 同時他也又發佈了一個 撒了3000億元的低成本的專項 再貸款資金 也就是簡單來講 他們就是要撒錢去救經濟 而且大家可以發現 昨天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中國股市雖然中錯了7%到9% 可是大家發現 外資昨天居然透過香港的北上資金 也就是他們在透過香港利用護港通 跟深港通去狂買A股 昨天狂買81.8億人民幣 也就是說大家看一下 如果中國政府跟外資 都同時去救中國的股市的話 中國股市有可能 有機會就會止跌下來 好 再來看一下我們國內的部分 我昨天拉了一根長下影線 其實有一個很大一個部分 是國內四大基金已經進場互拔了 昨天八大公股行庫加碼了1.89億元 已經連續買三天了 合計買超了97.4億元 而且大家看一下 昨天很有趣 昨天其實在早盤下錯的時候 大家看一下 很多散戶跟一個融資 他們融資的資金都嚇到趕快回補 趕快把股票丟出去 可是這個時候 外資跟投信卻是在買超的 這減便宜的一個情況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昨天如果 昨天早盤突然下跌 很多散戶嚇得趕快把股票賣出來 可是法人馬上逆勢把他拉起來 減便宜 所以這個時候投資朋友 如果你手上如果有相對強勢的個股的話 其實就可以考慮做一個 冒勞一個動作 甚至還可以去進場 跟隨法人的動作 去做一個進場減便宜的一個情況 觀察一下法人要買什麼 大家昨天法人買什麼 相對還是要相對強勢的個股 也就是配合缺貨漲價的一個轉機題材 有什麼 比如說面板被動元件 記憶體跟矽晶圓 這部分昨天 也不是說昨天 博焱真的已經講了很久了 這部分就是相對的強勢個股 大家看一下 面板 面板因為現在武漢 武漢跟廣東是面板生產的重鎮 他們現在貨出不來料進不去 所以很多的轉單效應 也就會轉單到台場 這也是包括大家看一下 像群創友達 明基偏光版的明基財 還有陳美財 昨天都有大漲一波 被動元件也是 被動元件他們原本就已經 他們就已經有供不應求的一個情況 所以現在他們已經有 之前他們已經有漲價一個題材 現在中國復工不易 他們更有藉口去做一個漲價的一個動作 所以昨天被動元件像秦凱 華興科 齊立新也有一個上漲的一個漲幅 記憶體也是 武漢是記憶體的重鎮 如果他們現在貨出不來料進不去的話 一樣也會有轉單的一個效應 甚至是題材 所以昨天的石拳廣影艾普 昨天也都有一個相當漂亮的表現 如果記憶體復甦的話 大家看一下 矽晶圓是記憶體的一個原料 所以矽晶也會好 像6488的環球晶 昨天也上漲了4.5% 所以像這樣的個股投資朋友 如果你有手上有投這樣的個股的話 就可以考慮還是可以去繼續的警報 如果他們想要做一個逢低的佈局 這個時候也是有一個機會可以去撿便宜 好最後跟大家說聲恭喜 昨天伯彥在上個月初有跟大家分享 在我的LINE群組裡面公開分享8059的凱碩 他是做一個網通設備 伯彥是因為看好5G未來的發展 所以我在1月的時候有跟 在我的LINE群組裡面 跟大家做公開的分享 叫大家趕快去買 結果昨天給大家看一下 昨天上漲了9.04% 所以在這邊恭喜有賺到的朋友 投資朋友如果你想要關心台股最新的發展 包括武漢肺炎疫情 對台股的最新發展 以及伯彥分享的資訊 看好的個股的話 歡迎加入我們LINE群組 我們明天見 拜拜